回到第三節 說熱度的問題可以回歸Fill 除了Permirror之外 他們整體電視台走的方法 其實是保持不了熱度的問題 留不住觀眾 老實說 其實《全民造星3》很多人一開始都不看好 因為他是找一批出了 但是進不了主流的一班人 即是拜佈復活來的 其實他是有少少像大陸一套綜藝的那些不知什麼姐姐向上 不是我是歌手 都是低級版的我是歌手 其實他剛剛開的那些相片 入圍一百強 是不是每個人都自己上載這張相片 給Fill Team放出來 已經是副平 副平如潮 恥笑到爆 我有留意是因為 又是剛好我有Friend參加 我有留意是因為有顧定軒 我只是想跑了顧定軒參加了什麼 然後到了他慢慢 其實我很坦白說 我是由他們分組之後才開始看的 因為分組前是真的很難受的 我是因為BL劇才開始看的 我是分組後 因為他們始終是一班有演藝經驗的人 有舞台經驗的人 他們的分組表演 其實他們是 deliver得好 過第一二的參賽者 第二季 因為第二季真的是 都是以歌和舞為主的 但是因為今季其實是有很多演藝的人 就是演員都有參加的 就是這些年輕的演員 你就會加上舞台劇和歌舞劇的成份在裡面 拿到整件事 deliver出來的東西是很有質素的 真的好像在看一些付費表演 這個是 還有那個hit度是 因為為什麼感到不了人呢 其實我很記得他們說了《級十年後的我》 其實誠實地 我自己不太喜歡這個表演 在賽制上 因為我覺得你是利用評判和觀眾的同情心 那個感情分去投入 而不是在表演的質素上 所以我個人在賽制上 我覺得他們是不賠的 拿贏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作為一個觀眾呢 你就會看到是很感動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一… 我覺得普遍的香港人 我們都是一群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夢想的人 當然看你的夢想是大了 還有香港現在都是… 大家的夢想、理想、想建立的社會 也都是逐漸很微的希望 他整個節目就是說 其實有一群人是很堅持自己的理想 其實這是一個舞台給他們發揮 當你看到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原來有人這麼堅持自己夢想的理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是都可以不要這麼絕望 去堅持回 其實在這個層面 就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家庭觀眾去看 而那群人呢 我可以說 也有些是看TV的人 你不要以為沒有年輕人看TV 不是只有Terry那些三十多歲的人 你不要以為是年輕人 不是只有Terry那些三十多歲的人 其實我的同事二十多歲都有看 但他是一個可以… Sorry 他可以很黃的 但問題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不提TV 因為他們喜歡看廣東話的東西 但是TV就是唯一的節奏可能都OK 符合香港人 是的 Fuil的廣東話劇 其實真的要缺乏一些投入感 還有他有時候很多是… 怎樣說呢 深度太高 你需要時間去消化 那未必你這麼容易 入口 我看完之後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TV就容易入口 所以我也有同事 我保持了二十多歲 很多人都看TV的 但是… 我是屎途恆姐的粉絲 所以我還沒看這麼快的屎途恆姐 所以… 但是他都可以給我 我說你真是看看 我說你快點看看藍牌 你快點看看《造星》 他真的比我更瘋狂的投入 然後他會跟其他朋友 有一個《造星》的討論 然後也會跟我每天每晚在討論 這個不行啦 這個贏眼啦 這個怎樣啦 其實是真的吸引到一群… 你說C就不是的了 但是一群平時不介意看TVB的人 都會轉台看《造星》 當中其實TV有一個方法 他真的去到… 開始白熱快的時候 《全民造星》的比賽 他真的感覺到壓力 他是馬上抽起了阿爺廚房 還有什麼香港不知道什麼油 然後放一套《香港愛情故事》下去 我聽回來的 其實《香港愛情故事》是真的挺好看的 那些人說 是個實景拍攝 還有真的挺貼地的 沒有了一貫TVB的婆媽 但是他是不會搶得那群人回來的 好好實說 那些人是不會坐在一起看的 因為《香港愛情故事》 你可以… 就算那群人想看 但是他都可以後來在網上找回來看 他都可以延遲地看 但是《全民造星》是不可以延遲的 就是這個話題要是即時的 《全民造星》一定是要即時看的 所以因為尤其是他已經去到一個白熱化的階段 去到分組去淘汰賽 其實那群人是不會轉 你最初出什麼大絕 他都不會在那個時候轉回去看TVB 他一定是Stick with View TV的 所以他是有轉陣 所以他感覺到他的壓力 但是很多時候真的搶不回那個白熱化的 但是我… 當然我說要提 很多時候因為我和同事 就是我們天天討論 由早上到晚 晚上WhatsApp完之後 回到公司又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很失落 就是頂你的肺 你播完藍牌 其實我們都是炒開美股的人 我是去到一個程度 美股轉了東令時間是10點半開始的 我是掛著在《全民造星》 是miss了開市的時間 我走了價錢 然後我只是生氣到 我是很生氣自己 你怎麼知道一定贏 不是啊 我miss了我打算 因為我是… 你其實是股神來的嘛 那個價格我是要入的 我走了 我是在高位就要收 我要低位入化 我才可以繼續下這個Strategy 但是我竟然miss了那個價格 已經是這樣升了 趕快教我自己去看電視 然後變了《財經》節目 然後我同事已經說 我放棄了微股 我真的只要專注在《全民造星》 去到這個點是 我們都是很失落的 其實我們基本上是由這個9點半 每晚的9點半 去到11點半 11點半 是occupy的 是不行的 是要全程投入 還有其實如果feel是星期三的話 星期四呢 有這個空肚講宵夜 還有這個又要挖的大頭盔 其實我基本上是12點才可以洗澡 整件事情occupy很厲害 但是我們都很失落 就是因為當我們這麼投入 尤其是現在不能出街 是 也都沒有什麼事情做 整個社會都好像停頓了 我們難得找到一些 這麼有興趣 這麼投入 這麼興奮的事情的時候 他竟然做完 昨天做完之後 就沒有東西看了 我們就整個空虛感 因為爛牌之後 就播回韓劇 垃圾 不是說韓劇垃圾 但技師是真的吸引到 view了韓劇 就是垃圾 view了 垃圾韓劇 然後呢 《全民造星》之後 就播交戰 是不是交戰 交戰 我都OK 但是一定不會去那月 所以這個也是feel的 stretch的問題 他們沒有budget的問題 他們拍劇不夠TV 那麼工廠式 還有節目不夠工廠式的時候 就會你這樣保持不住那些人 其實他每次都是 他有些東西 有些劇爆了出來 但是你看完 綠狗已經是 那時候 然後到《炭色橋》也是 打《天下》也是 2月29 是2月29 他整個所有事情 他講過 教速 教速也是 其實你很多是 完了 教速那時候很熱 然後大家 不如回外 回外 有些回外 沒有的 那當然我明演員 各樣東西都很難可能 夾到出來 未必可能 爆到的劇盤出來 但是 那也是因為 Viu的資源 各樣東西 他沒有辦法可以做一些 節目 賽後 或者他爆一些小劇場出來 可以保持整個台的東西 你說去Viu那些劇 其實我看過幾套 你說出來看不值得先看 不要看那些垃圾 然後告訴我 你看幾套 《炭色橋》 綠豆 還有看了一集《暖男爸爸》 就是最好的 暖男爸爸普通 不是暖男爸爸要入戲的 我想說的是 他有些TVB不會用的手法 或者題材 不過 他的節奏的確很奇怪 我形容不出來 他的節奏是很難吸引我看下去的 看《男排女將》 真的看《男排女將》 以節奏來說 我真的看了這麼多的視頻 《男排女將》 最出色 很適合大家 對 還有《電影集的翻譯》 值得看 值得看 因為只有幾集 那個節奏也都 因為是我緩劇來的 不是原創劇來的 是的 他們 還有 你講一句話 其實我的男排女將很應該出產品 你快給我印製他們的製衣 製衣 製衣 或者他們出那個 鞋頭 是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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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賺錢的都不行 是的 這些產品你應該馬上出 認定那些電視台全部出 出來出個公仔 吉祥物什麼都好 其實三啤我也很想要 你三啤穿力圖很想要 是啊 好可疑啊 好可疑啊 這些都是你賺錢的東西 還有周邊就是你最賺錢的產品 就不懂 還有另外有個問題 雖然我們經常說 不應該再相信無線的收市 因為它收市的計法 其實是訪問幾千 它不是訪問 其實你知不知它的收市是為什麼 好像說有幾百個家庭做survey 不是做survey 其實它是這樣的 它就是找了幾百個家庭 它就給他們一部特別的電視機 還有一個特別的電視遙控 而那些遙控 是會記錄你家庭裡面 有哪幾個年齡層職業的人 男女性別 如果你轉台 其實你是要用特定的遙控 去告訴電視機 現在是我兒子看哪個台 現在是老母看哪個台 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其實你現在已經不是模擬廣播 你現在已經是去到高清廣播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有一套科技 是可以知道全香港的觀眾 都在看哪個頻譜的 其實是 但是他們就是很多利益的關係 我覺得是 而不去看看這件事 我想問你 其實我不太知道 因為畢竟我已經不看電視 其實所謂ViuTV的覆蓋率有多少 全香港的了 我的意思是有多少人看 所謂覆蓋率 佔有率 佔有率 我想我答不到有多少 但是他現在應該是全港最多人看的 因為他的廣告是比TVB很多的 其實廣告多過TVB是因為 因為他的 那些人想背TVB 不是不是不是 那些廣告多過TVB 因為他很便宜 他比TVB十分一便宜 但是他《全民造星》那段時間都貴 但《全民造星》的廣告是很多的 還有種類是很多的 其實我真的答不到 因為始終涉及同溫層的問題 但是以廣告來看 還有討論來看 至少我覺得 當然年齡層一定是20至40歲的年齡層最高 但是我很驚訝的 就是因為某程度上 他那些劇 我不喜歡看那些 他找了鄧瑞文 就是找回以前TVB的人 老將來拍 是得確吸引到一些師奶去看的 但是 某些情況吸引到師奶 就是因為他有一些很奇怪的 就是有人說《空肚講宵夜》 真的有些師奶去看的 還有說 《空肚講宵夜》是 不是這套 不是這套 他另外有一個好像 無線那個 那個 7點幾個套 7點幾個套 開回家 不是 他好像《東張生物》那樣 今天吃什麼 今天煮什麼菜 那個 之前是什麼今天疫情 是呀 今天疫情 完全是《東張生物》的朋友 是 但是他某一些 就是可能他去旅遊那些 他們是真的穿得好 因為成全了Now 之前做開旅遊節目 Viu的旅遊節目是很好看的 是很好看的 是 有些師奶真的會看他的旅遊節目 還有我看到有個疑問 就是 關於最近MIRROR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無線的傘子 啊 是 重點不是他有沒有扣到傘子 而是 連登仔有句話 很想扑街 我知道 我只有八個 對 差一傘就只有一個 那其他11個怎麼辦 對 這麼少女藝人 簽了他們 你說真的數得出 是差不多八個 因為其他都是外援來的 因為TV不同 TV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簽了他 才會給你機會 但是Viu在某程度上 他都是用多少外援去做那件事 是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也有人說 為何ViuTV今年《傳媒作宗》 要開放給女參加者 就是因為他們要多簽一些女回來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問題 你說是不是這件好事 其實我覺得是的 因為你肯用外援 其實你會更加 令到好像 這次他們用很多外援 最常見到的就是 林二汶 是的 還有梁祖堯 然後現在BabyJohn 也都經常地出現 其實這些是一些很好的外援 因為他們有某程度上的知名度 還有這些人都是一些 普遍是香港人認同有實力的人 BabyJohn也有實力 蛤? 基本上我之前不是很認識BabyJohn 但我是看完《全民造星》 我跟他評判那一回合的時候 我終於記得了這個人 我覺得OK的 BabyJohn 其實是一個新生代的演員 演員 也有質素的演員 其實當你找一批所謂有文化 有實力的人 去參加一些有質素的節目的時候 其實這個策略是對的 因為好過你在TV常常找一批 嬰兒子 還有找一批簽約的年輕人 去講一些他們根本都不熟悉的東西 去評論一些他們 或者去做一些主持 是他們根本都沒有資料去做 或者反過來你不認識 硬仰班人 是啊 你不認識硬仰班人在那 是啊 還有你不是令那幫有質素的 有舞台經驗 有主持經驗的人 去帶起一些你想帶起的人 補充少少少資料 其實很難具體找到一些收視的 因為收視計法是很不公平的 其實是反過來的 兩邊都不公平的 因為我要告訴你 不如你來我那裏下廣告 那當然會用自己有利的計法 例如亞視 他踢一踢進去就當一個收視 亞視就吵架了 不想說 你當然在侮辱我 我那天有個好笑的事 在你講收視之前 我那天跟Terry哥說電視 然後他說 你叫我看藍牌女像 他說開電視 然後我跟Jeffrey哥說 什麼糟糕 開電視 七十七嘛 對七十七台 開電視我看他 我追的也追不到 奇妙 以前的奇妙 有些是難追的 有些是難追的 有些真的追不到 譬如大台就會用一些很糟糕 例如你剛才這樣說 他會用一些限定的機關 機關來控制他的收視 然後現在又加上 什麼網上OTT 然後又加上澳門 台灣區 對 然後又加上台灣區 沒有所謂的 他是為了要招廣告 然後就view 他又自己介綜合收視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 Apple to Apple的 TVB都介綜合收視 同意 我們賣TSUPER有多少 我心屌你了 所以其實他沒有一個 你那個賣TSUPER 為什麼這麼多人 因為你強行逼那些 衣服 和HKT的簽約用戶 逼他們要的東西 所以他是沒有一個 Apple to Apple的機制去 比的 我想我們 我們自己會覺得view收視 好了 多少是我們和溫層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班人會容易 看到自己的朋友都是在看view 或者多了講view的東西 但是更加多 老實講 你想想我們自己的同溫層 講得最多的是什麼 Netflix的劇 肯定是這樣 你會發現得到 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一些 較為 又多一個數據的參考 就是 閉在什麼呢 今年大家很多人留在家裡 所以其實TVB的收視 沒有什麼減過的 即使用他們的計算方法 沒有什麼減過 怎麼背都不太背 因為那些人出不了街 但是他們的廣告費是沒有加到 而view的廣告費是加了的 但是因為加了 它還是沒有夠無線的十分一 那當然了 所以你就會變成 很划算 你知道多了人看view 所以你才吸到客人去 即使加價都來 當然有原因 再便宜了 你看看他們的廣告會不會落在我那裡 不過你相信真心是 TVB的收視率是低了的 因為 因為 我們以前 小時候是四十點收視 三十幾點 四十點 現在是 就算黃金也只有二十一點 另外一樣 就是 用他的價格也只有二十一點 還有因為 TVB也應該是因為收視低了 和小人落廣告 因為我朋友的公司 就是有在TVB那裡落廣告的 即是一些大公司來的 以前就不會取得這麼急的 即是可能隔兩三個月 這樣才清一次數 找數 現在 就一月頭 就已經不是說了 多少準時找數 還要是說了 我不知道 十幾萬 是 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覺得 至於《全民造星》 我覺得局外人 即沒有追開《全民造星》的人 普通人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由分組賽開始看 有四十強開始看 有四十強開始看 你是沒有看 我是真的沒有介紹錯的 真的 真的看 而說回《全民造星》一 《全民造星》二 其實 很多時候作為觀眾 作為TVTV的Fans 其實我喜歡《全民造星》二的表演 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音樂多一點 還有《全民造星》一和《全民造星》二的參賽者 就飄一些 true一些 所以我喜歡多一點 但是《全民造星》三是比較大眾化的一個節目 對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 適合《全民造星》二的參賽者 因為他本身都是打排球的人 還有他很明白裏面的辛酸 所以演技的投入更加好 還有真的很專注去講排球這件事 其實愛情線基本上沒有太多 我想這也是Viu可以 那些叫做什麼 就是和CCTVB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既沒有很多包袱 他可以拍一些 譬如好像林寶儀和周嘉儀那一套 綠豆 譬如也可以有《打天下》 我知道有人說《打天下》去到最後是有點難的 譬如好像剛才你們說過 這人說《立法女將》是《打天下》的進化版 是的 他需要時間剁磨 因為這個台其實其實說你拍劇都是四、五四 四、三年多 不止四、五年都肯定起標 因為之前其實他們是 因為綠豆是外援來的 是的 他們自己拍劇其實很好笑 是的 那他們確實是 即使他們本身某些人都是在大台過去的 但是他們要掌握少些的資源底下 又要拍一些不同的事情 怎樣去做呢 但是好的是什麼呢 畢竟 那些人沒有那麼出名 可能便宜一點 是吧 我不知道 那你通常都是一個大一點的星 然後就 湊起其他一些比較新的人 如果是自家劇的話 還有呢 我覺得 我喜歡的感覺是 你會感覺到他們的幕後是很薄盡無悔的感覺 狂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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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B不會就是TVBuddy的 難怪你還什麼流行經典五十年 問題是例如我看了少許的 無論ViuTV和無線的所謂給年輕人看的節目 TVB真是很老母 你會覺得你那個年輕人跟我同年 跟你都很年輕 因為那種節目應該是給那些二十幾歲的人看的 但是你那種三十幾歲的態度拍下來是很老母 因為他們是不敢說很多東西的 那些幕前的人他們會覺得我在幕前不應該這樣說話 公司不會給我這樣說 但是你看ViuTV節目那些人是不是我們正常會說話 就是他們會很趕出口 他們真的會說 BGBB 然後他說貼上線公司 貼上線公司 他經常都會這樣說 但是他會把他拿出來 但是你會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全部都是一些很真性情 這些才是真人秀 就是TVB是做不到真人秀 是啊 三十幾歲的人說 哎呀我講粗也會打爛陣 我講粗也會打爛陣 我都會的 還有鐵帖 就是大家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看美女郊遊 或者我們之前都講過 就是因為這些才是香港人 都很喜歡看美女郊遊遊的第一集 不是啊我們打算找你和Vita一起出鏡 美女郊遊第一集不是最好看的 是 美女郊遊你最想看的那集是 是最尾那幾 是尾二 尾二 他們去穿衣服 不是那一集 我以為是第一集 不是第一集 那你們才會看得開心 因為香港人說真的 我們已經看得太多太假的東西了 其實我們沒有 你真的要看的 我們會想看一些真心的製作 是啊 所以狂推大家有機會看看麥克風 我想我們今天差不多 對 一定要看銀牌女郊 一定要看銀牌女郊 我知道你會覺得很煩的兒子 叫做套牌套獎 但是 去到這個十幾集之後 劇情就是一個百業快的階段 就會 還有我會覺得 就算你不懂MIRROR 都不重要 其實這班兒子都這樣看一部劇 其實真的好看 我真心覺得 那就當認識一些新人 保持一下自己 對 對 可能你會重新認識Safi OK 好 今集節目時間到這裡為止 下次差不多的題目 Nicky又看多半年東西 所以review一下 拜拜